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漏龙了 这一个是虚虾 虚虾的个头 它有一个缺点 它的个头不大 但是它的肉非常的鲜甜 这个是墨鱼 墨鱼拿来爆炒 女孩子多吃一点点这个墨鱼 是真的非常的好的 我们家苏妍最喜欢吃这个鱼了 这个是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你看 全部都是 它里面都是水 它不是腊鱼 也不是苍鱼 它是银苍 这个是植鱼 这个鱼拿回去晒鱼干 这个还是有犯害的感觉 有女生婆 是啊 你又带着你的女生 当然啦 没有背鱼 老爸没有帮你干 中了风 又老了 七十几岁 别人帮我炒得到 是不是 自己炒回 用带你 很辛苦 是啊 重来炒自己的小孩 哎呀 小孩很辛苦的 哎呀 这些小鱼小蟹都不要了 哎呦 这个水黄蜂 我看着它都害怕 冬鲤鱼 咪摹 蝦 七 七 八 十 十 还有三颗牙齿 它真的没有多余的牙齿 只有三颗 所以还要三颗 如果养殖的虾 它的虾虚是不会有那么长的 但是所有的虾都是有虾线的 因为野生的虾它吃的是老类和贝类 它的那个虾线不会有泥芯和泥沙的味道 发开了 老龙 有一根兰花蟹 听到那个黄花鱼 在掉了吗 它的那个肚子是白色的 但是如果等它长潮的时候 它的颜色就开始变成金黄色 脆潮的时候 它的颜色又会是白色 是不是很神奇 来 最后一排龙收完了 我们也准备收工回家了 拿框给我吗 卷主了 两个手 回家了 做什么大道菜 有饭吃了 我带初恋回去了 我给它煮东西去了 那你可以收获啦 这也比较好吃 这也比较好吃 高门 高高高 落干了 回来了 我的水已经烧好了 好 把虾拿过来 我们就可以煮虾了 好 我的水 油 好 油 秀妍我们去拿虾虾给面面匹 好 我找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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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 我今天在码头的时候 好几个阿姨都跑过来问我 这么热的天气 带了孩子出来做事 我不放在家里面给老人家带 今天阿B都问我 为什么孩子不让老人家来带 我都说老豆老妈一个中风 一个要照顾他 是不是 我们自己带着也挺好的 是不是